火热的挂牌的车辆达到了4万4千辆 反而表示玉龙旗下品牌加总市占率 是达到了31.3% 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汽车市场上看40万辆 也看好玉龙今年后续的销售表现 感谢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再来收看指酬高峰会 昨天大刹484.6亿 今天再大坎100多亿 但是这大坎100多亿 外资无非就是要压低 去让它的空单获利 我们这一月份一到过年前 一月份来讲外资是买现货空期货 那么到了1月27号 就来这一招先压一下 因为美国QE要说嘛 真的说美国也跌 跌到8196 那么8196 台湾50量价同时到底 我们讲台湾50量价同时到底 我们怎么去观察看 台湾50量价同时到底 我们来看一下前一波 量价同时到底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情况 量价同时到底 隔天小涨小跌 然后展开波段的续涨 那这今天来讲的话 已经开始在止跌了 那还会不会再继续重挫 应该来讲就是仿效 这个量价同时到底 量价同时到底 你说台湾70天移动平均线 季线的位置在8550点 外资空单成本价 你按照这个成本价 这个实质线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空单成本价 那空单成本价呢 以下它其实都赚钱 怎么不多赚钱 那我们来算一下 从8550的空单成本 加上8196的昨天最低点 除以2是在8373的位置 所以反弹来讲的话 应该是 这个是一个参考指标 8373 也就是8383的位置点 是一个参考点 那这个参考点 我们讲选择权来讲的话 我们也不空单 对不对 我们不空单 但是我们在1月27号就补掉 这是赚2倍的 因为周选择权 没办法放太久 那么周选择权放3天 就是 47点买20口 150点全部出场 所以呢 这个选择权的put 我们是没赚到 可是我们从这里 开始布局 另外一个选择权 今天的重点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过去在讲加权指数 今天的重点就是说 顿了对不对 顿了以后再反弹 反弹的话再布put 这是选择权的做法 那么 选择权来讲 这个地方是买点 这个地方 买call 这些是买put 我们从指搜指标来看 买call 买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顿了 买call还是买put 重点当然是买put 那么赚了钱之后 开始再反向操作 我们今天的个股来讲 我们看2316 大盘还不是很妙 可是2316 为什么拉到将近掌停板的位置点 因为它就是四G的概念 大陆四G的概念 我们在1月27号的时候买 所以大盘虽然不好 但是有好的股票 可以锁定它 那么这是1月27号 我们买进了南指电 这是成本价 今天是拉上来 拉到快掌停板 南指电在布局大陆四G的部分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档个股 我们来看 本人亲自带领会员 买的叫希伯 希伯我们买进买进 我们在1月初 我们连续买进好几笔 那么掌停板到53块半 就溜下来洗盘 今天是53.7 已经创新高了 那么短中长期的趋势面 它是向上 EPS的1.76 三个月平均涨幅有24.4% 为什么要去强调一个三个月的平均涨幅 通常你 持有一档个股 你持有三个月 也就100天左右 你的涨幅可以赚24.4% 代表你的确是赚 假如说这股票是跌破 100天的移动平均线来讲的话 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涨幅 那么下面是我的指筹指标 对不对 指筹指标 从这个慢慢涨到大涨 大涨以后 然后再创新高 这个地方叫做三五四一的稀薄 三五四一的稀薄 今天是拉涨停板 那我们明天来讲 有兴趣的话 我们要做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的话 明天呢 会给所有会员再加码 外资大买 那这样的好股票呢 我们讲去锁定它 我们讲用100天的时间去算 它的一个利润就会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联发科 那联发科 我们在1月22号的时候 买390卖400 这赚多少 赚不了多少 但是个股期赚了20% 那我们在昨天买联发科399到400 今天收盘407块半 这个以个股期的保证率来算 也是15.7% 所以个股期来讲的话 就是让 我们现在做的个股 联发科不是掌停板的个股 可是呢 这等于是两天就两支停板 对不对 那这当天就将近三支停板 这是个股期的妙用 我昨天讲这一张 2014年2月5号是昨天 到2月15号10天内 个股期重点股 我们讲的这个多空 多跟空来讲 我们讲今天的重点股 2377的微星 我很早就讲过微星 那微星跟什么很像 微星你看 以量创新高 但是大量再压下来 这个洗盘都洗得非常的艰辛 为什么这个量很大 可是你认为它是头部放空的话 一定被嘎死了 跟什么一样 有没有 这个量 砂盘量比买盘量还要大 结果再溜下来的时候 却是一个好买点 这为什么 你要看它的布局点 是在大陆四季的部分 所以讲股票很容易 那么你要记得它的洗盘点 不是按照大量做头去放空 那稳惨的 这我昨天的提示点 就是2377的微星 对不对 那亚光 亚光今天见高点再创新高 有没有 所以我们在讲个股期的时候 你只要讲个股期 人家是没什么兴趣 但是个股期 我说股票有什么样的股票可以买 那就是看个股期 作为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个股期的重点股 一定是现股的重点股 对不对 你看松翰 松翰洗盘之后 也是再创新高 我们用547 我们这样来看 洗完盘又再创新高 3019有没有再创新高 掌停板 再拉掌停板 2377有没有 压下来 再创新高 那我讲这个 昨天个股期走空的部分 有没有翻多迹象了 有点翻多迹象 所以做股票我讲嘛 你TPK如果说 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你觉得说股票有很多可以做 很多可以选择 这个是昨天2月5号 今天我2月6号的 多头重点股的黄心路线图 你说 好多没有错 所以呢 好多是因为我写了一句话 外资不空 他打台积电等等 这些 重点股 对不对 全职股 但是呢 包括2317的鸿寒 哪里拉上来的 尾盘作价6000多张都拉上来 所以外资打击的是全职 但是呢 中小型却在这个时候揭竿而起 这就是中小型 那中小型来讲 像华雅科 外资又看好了 拉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你看呢 拉回来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点 包括说我之前讲的太阳能的部分 它也是一样 这个没有买点买点 却是隔天的涨停板 所以你要买在这个地方 你敢买 那今天去追也都来得及了 我讲的这些重要个股 像晶电来讲的话 它是什么 LED的个股 你看 大盘在创新低 它在创新高 可乘 可乘在创新高 有没有 可乘也是创新高 那么逸光 2393的逸光 有没有 这创新高 还有呢 国硕 所以股票 它是很好做的 买在人家不敢买的地方 所以现在 有些很聪明的散户 它看到外资的空单入境 外资非常的大 但是呢 我已经把重点撇开来了 外资打的 它要是摩台子 它能够空单获利 所以它只要打全资股 问题是资金不往全资股走 因为我去买全资股要干嘛 外资要打我 那我刚才有把钱拿去买 中小型的股 像东辈 这些都是 今年第一季的很夯的个股 包括说贯德 贯德不是 打奢侈税吗 打到为什么它会拉到那么高 昨天涨停 今天在中虹 贯德它的EPS很高 所以 第一季来讲 就要看EPS 所以我们讲3541来讲 回到西伯 EPS有1.76 也还好 贯德 那农林呢 我讲的这些个股 我讲为什么讲这些个股 这些个股 为什么叫多头重点股的黄金路线图 为什么叫黄金路线图 因为你在开采个股的同时 它有个股旗 而个股旗来讲的话 稍微我点一下 你个股旗要一倍 保证要一倍很简单 两支停板 个股旗就一倍了 所以以上这些个股 都有个股旗 你以为农林没有 农林也有 所以你看 现在主力很聪明 他在压低部个股旗之后 他在拉高现货 他是相淘坛 赚的比融资还多 比如说我去丙总电款 也要20%的保证金 那么我们个股旗来讲 只有13.5%的保证金 更低 所以好的股票他买进之后 他的两支停板 就是保证金的一倍 两支停板又是保证金一倍 每次有个股旗的地方你就算 两支停板你就不要再追了 刹下你去布局 两支停板出场 我们来看一下3673的TPK 这两支停板 各股旗赚一倍你就要走 要不然就是下杀下来 那现在TPK你要怎么做 那么营收衰退41% 第一个月 一月份营收衰退 因为现在已经到10号 每个月10号公布 上一个月的营收他衰退 那衰退下来 又是另外一个不多点 你说今后阿科不好吗 低任的地方呢 抢抢棍的啦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有期货的地方 你拉下来买 你能够赚他两支停板 你就要赶快跑 1476 我之前讲空的部分 现在279这里 天天涨 对不对 这两支停板一倍 两支停板一倍 一共涨了两倍 这叫乳虹 这叫乳虹 乳虹在这里 那太阳能的部分 你看郁晶 对不对 达到不敢买的地方 那么美国大跌嘛 美国跌了300多点 一滴开盘 便是空单回补 多单 反向做多的点 那你看松翰 智茂 智茂我讲过 工技区三雄里面的智茂 有没有 我们在过年前 我们做一趟 当冲嘛 对不对 当冲 你看智茂再创新高 所以以上我这些 多头重点股的黄金路线图 非常的重要 那么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呢 到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下节目回来 我再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如何由 这个多头重点股的黄金路线图 我们找到我们应该有的标股 我们进入工商服务 从世界凯旋归来 就该给家人 一座重量级的城堡 坐用三千平花园 正对万平公园 来临后 当国王 爱家人 林口第一豪宅 世界首席 全新落成 26006688 2014马南道 新年来报道 新年新借向 亚洲头顾 一马当仙 贺新春 买多久 送多久 买多久 送多久 只有一次尽情把握 亚洲头顾 祝国马年 万马奔衡 咨询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头顾 27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 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 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托 珍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中文字幕志愿者 What.K 歡迎回到節目现場 我在選择犬於日通 百日便復工這本書裡面 我曾經寫到一句話 選择犬於日通 無量節 無量節在印度範語叫Kappa 那麼承鑶壞空 重新創造新世界 我們今天外資大舉不空 美股也跌了 QE也退了 那麼層數壞空之間呢 我們再重新創造另外一個新的世界 所以我想TPK明天即使再跌 我們要怎麼去操作 那你要有我折訊才有辦法 所以有很多好股票你也不用想不堪 我們講給大家的 我們講我從這張圖裡面 我抓最後一檔叫做光磊對不對 光磊你看 新春開紅盤 新春開紅盤 人家說什麼紅盤 外資三大粉大賣 外資三大粉大賣什麼紅盤 這就是紅盤 你不要去罵大盤 大盤沒有紅盤 只有個股有紅盤 而這樣的個股期 等於兩支停盤就是一倍 你要做個股期你要有概念 你如果說不做個股期沒關係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標股 我不做個股期我也很OK 為什麼我今天不用靠個股期 我可以生活得很好 但靠個股期會讓你生活得更快樂而已 也沒有什麼對不對 我買個股期 這有個股期 光磊有個股期 LED的 那這個LED除了光磊以外 我們今天講到東貝 對不對 易光 金剛 金電 這都是 這四大金剛 是個股期的重點股 但我們講個股 我們講個股 如果說各位你喜歡可長可久 我們來看中概股裡面的一個叫百合 對不對 上一波拉回來這裡打一個WD 意識形態非常清楚 那股票它有意識形態 它如果沒有意識形態 就代表裡面沒有主力 所以我們講意識形態是什麼 像這種稀薄對不對 股本才3.8億 你現在買它的目標價在哪裡 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3570的大總 過去我們從70塊做到 我70塊做到哪裡 對不對 70塊到173 我70塊才開始介入 請問我當時介入的原因是什麼 股本1.7億 對 一大段 我們這邊再買進出 買進再出 我們是現在 我在高點的時候150以上 我已經警告大家 不用再買了 對不對 那我們講找到一個大總第二 你覺得呢 稀薄會漲到哪裡去 它總是一個波段一個波段 我們做股票一定就是說 一個波段逮到之後 我們就比較近三個過生日 股票長大會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不會把你加 你說 你聽說要崩盤 所以我講就是說 重點跟邏輯很重要 重點跟邏輯是什麼 今天呢 壓的是全子股 要漲的是中小型股 這是大盤 這是台子期的部分 你把台子期60天移動平均線的季線 8550 當作外資的空單成本價 這個在這裡做反彈 它不會大漲到哪裡去 因為你要尊重外資的空單 它不會大漲到哪裡去 你聽我講 但是呢 有些中小型個股 它的確會漲到天上去 所以你想西伯這樣就夠了嗎 沒有 還沒有過 所以還沒有過的時候呢 還沒有過的時候怎麼辦 像這四季 中國大陸的概念股 男子店有沒有 它今天創新高了 那西伯呢 它今天也創新高了 接下來我們要布局什麼 明天呢 還要再加碼 這一檔 這也是即將創新高的個股 你可以從它整個籌碼面 我為大家整理的籌碼面來講 外資大買必創新高 外資有沒有出 沒有 出的是投信 下死的投信 投信比較沒膽 投信出了 但是外資一張都沒有出 一張沒出的話 小量出啦 對 小買小出 外資有很多種 然後再創新高 所以呢 明天會加碼這一檔個股 加碼這一檔個股 你說像 我講這個西伯對不對 我從一月份以來 我自己親自帶的會員 我跟他說會到哪裡 你就放著就好 你這裡還不用買 對不對 親帶的個股 親帶個股 親帶的個股 親帶的會員有幾個人 你們有看電視你就知道了 沒有出的 你就等待我叫出 大概也不會那麼早叫出的 比如說我在做3570的時候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從70塊買 哇 70塊到193 然後呢 出掉之後 拉回來在120的地方再買 160出場 160出一次 這160出在這裡 接著回來120再買 150以上出場 有沒有 我就告訴你不用再買了 所以股票買對了 是好日子的開始 股票買錯了 是痛苦的開始 所以要講 從這張 從昨天的這個黃金路線圖 我們就可以從什麼 你們知道你們做股票依據是什麼 當然我依據是很多的 但我有一個類股來講 我是按照個股期的一個多空強弱式去判定 判定這張股票的多空 所以比如像亞光呢 維新呢 你說維新什麼時候 你會把維新找出來 從個股期找出來的 你要說 基本上你說維新 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主機板的廠商 那你說 它為什麼它是標股 為什麼重點股 我問你們 但是我的理由很簡單 我如果說從個股期的 個股期的強弱式去抓一檔個股 我昨天已經告訴大家了 不是嗎 你如果注意看這幕對不對 那這個瑞智啊 亞光啊 對不對 這幾乎每一檔都是標股啊 各位 有沒有 每天再創新高 今天不是三大反 又賣了180幾億 有沒有受到這個影響 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這一種個股 是按照個股期的 一個指籌指標去做的 那抓得比誰都還準 你根本不需要有什麼 主觀的意識形態 你只要跟著做就對了 我講的沒有錯對不對 你只要跟著做就對了 對不對 亞光也長 哪一支不長 你告訴我 我昨天講的這些多的個股 哪一支不長 你告訴我 那這樣來講的話 做個股會賺錢 然後換賺 你慢慢有興趣 有能力的 有興趣你在做個股期 不是賺更多嗎 一樣意思嘛 對吧 所以呢 假如說這些個股來講 是黃金 那個股期就是鑽石 那一個金礦一開採出來 裡面還有帶鑽石 所以你要了解 兩支停板 這微星兩支停板 個股期就是碳一倍了 微星啊 有沒有 這有沒有兩支 從這個上來有沒有兩支停板 超過了 對不對 給各位看 有超過兩支停板 有超過兩支停板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盤 我們就沒有說要 focus 就是說 我一定是做生化科技的 當然可以了 好 但是你也會跌嘛 你也不用說 我就一定是做3D力的印 我一定做什麼做什麼 不需要 在我們這種個股期的一個領導方向來講 是不需要 什麼可以賺 我們就去賺 270幾檔個股期 對不對 這個 我相信 松翰 致馬 這是不同類股的 你鎮達亞光也不同類股 微星跟瑞智也不同類股 不同類股 不同類股之間 我們可以怎麼樣 利用另外一個個股期的一個 籌的指標 把它篩選出一個強勢股出來 這東西叫做什麼 這東西不叫什麼 叫強者很強 你做股票要做強者很強嗎 你這種弱者很弱的股票 你買越低是摔得越慘 我假設講 你去買聖華 有沒有很低 有沒有很弱 弱來弱去 更弱 更弱 所以我想 今天我要講的這些個股 很多 很多原因是什麼 因為明天一定會大漲 所以這些個股來講 都已經表態出來的 我真的真的講 篇幅有限 我不需要每個都告訴你 你可以看我之前在講這個農林 有沒有 他就是兩隻停板掌完休息 兩隻停板掌完 三隻停板掌完休息 這個呢 創性高了 農林 長到農林 這是我清代會員才有的股票 你相信我的誠信 我有做就有做 沒有做我不用講 我那麼多股 我不會清代會員都買一大堆嗎 沒有 為什麼獨挑農林 因為 會員在檯面下聽了 他會感同身受 老師真的有買 那像金豪科來講 你不知道金豪科是爛股 對不對 爛股也有他的春天 爛股也有他的春天 你覺得他很爛嗎 我不覺得 三四七四的 這賺很多錢 對不對 趁著這個破爛下來 可以買 對不對 像百合 百合來講的話 他的形態呢 就比較底部區的形態 所以我講多頭重年股的黃金路線圖 為什麼叫黃金路線圖 因為你從黃金路線圖 裡面 你又可以萃取出什麼東西出來 聽我講 如果說個股兩支漲停板 個股期就一倍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黃金路線圖裡面 個股期就是鑽石 你要尋著這個個 黃金路線圖去找鑽石 我相信各位 很少人有這種能耐說 可以把個股期跟個股 把它講得非常貼切 你要相對的 有相當的功利的人 才能講出來 當然也有相對功利的人 才能聽得進去 我相信各位的智慧 但是呢 我更相信各位 熱切賺錢的心 所以我告訴大家 多頭重年股的黃金路線圖 你不用緊張 外資部那麼多空單幹嘛 他打的是全資股 所以呢 中小型的個股 他會揭竿而起 你不用懷疑這一點 所以才會有多頭重年股的 黃金路線圖 給大家做參考 而什麼 而黃金路線圖裡面 你要找的不是只有黃金 還有兩支漲停 等於個股期保證你一倍獲利的 這也叫做鑽石 我把話講慢一點 希望各位能夠了解 我篩選出來 這完全是按照我的指籌指標 裡面的個股期的強弱 是去斷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懷疑 這樣的股票 三支停板 出來的 明天我要佈及什麼樣的個股 我剛剛有講過 如果興趣的投資朋友 參加我們黃金路線圖的行列 那麼從行列裡面 我會帶你們去找鑽石 今天節目到來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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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 我会再创奇迹 屡屡再创巅峰 亚洲投顾27年的服务精神 掌握市场经济脉动 结合国际财经趋势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欲人溺水不慌张 就溺五步心中放 叫叫声抛滑 叫大声呼救 叫拨打一一九等求救电话 生利用延伸物 例如竹竿树枝等救援 抛 抛送漂浮物 例如球 绳 瓶等 滑 利用大型呼具滑过去 例如船 救生圈 补牧 宝利龙等 旧逆五步 叫叫声抛滑 教育部关心您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交薪资所的免税 有关扣交